嘿,我是泰豬,在我去牛仔街 Sawarri Wan Songkran Pongjo 我们现在搭了摩托拜,赶快上路啊 嘿嘿嘿,你帮我载到哪儿 哦,天使天使,Angel,天使星 哇,这是我二三十岁的时候的回忆啊 这些姐姐阿姨都是我的家人啊 他们以前帮我洗澡 洗了好多次,洗到我都破皮了 这条巷子就是苏普G的二十四项 所以兄弟们,如果你来曼谷 你需要洗澡,你需要人家教你怎么洗澡 就来这边就对了 这里的姐姐阿姨会把你照顾的无微不至 洗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姐姐甚至还会每天下班去你饭店陪你温床取暖 哎呦,我家的胃被锁定了 哈哈哈哈 啊,他失身了,衣服都透了 OK,可以,就耸张嘛 在泰国波水节,大家就是把货车改成像战车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水战车 所以你在路上遇到这种车都要小心 我今天尝试把影片弄成直幅啊 就是想让大家体验看看了这种身丽其境的感觉 还有大家觉得这直幅的感觉看起来效果是如何 因为我希望可以表现我在穿梭在泰国街头巷弄的感觉 OK,这就是Emsphere Emsphere就是泰国最新的商城 而他们前面这边也是有很大的舞台跟水仗的地方 哇,这里也是射爆了 其实在泰国啊,尤其在曼谷啊 你整条SUPER FEE上面大家都在打仗 反正在曼谷有几个主要的战区 但是,就看你喜欢什么 像我喜欢打游击战的 就是到处乱串乱看 随时打游击 打了就跑,射了就跑 射后会理,还不理 不理不踩 看着小鬼 哎呦喂我的妈 超级会射,射得有够远啊 你看这些PICK UP 这些小货车后面装的都是子弹啊 都是水桶 里面都满满的水 这就像街头巷站 哇,前面还有叶子 不要跟我黄标 前面就是要20巷了 经过精彩的20巷 哇 天啊,天啊 哇,这台战车太猛了吧 这消防车 OK,经过20巷 20巷巷口也是打得乱七八糟 哦,这人质吗 哇,这些人被俘虏了 整车俘虏 哇 哦,还有这个 这个Altis咖啡的拿铁 非常的正典 在Sukubi 18巷的巷口 一定要来这边尝尝 而且这边的发廊非常多 你在这边很容易交到发廊的朋友 OK,我现在要U10 我们已经快到牛仔街了 而且我要从牛仔街的巷尾 也就是23巷那边进去 诶,我家那位咧 哦哦哦,超车 可以 这边就是23巷 这边进去就是 Soi Cowboy的巷口 然后眼前这个Little Italy 只24小时的意大利餐 如果半夜肚子了 你可以去那边吃披萨 OK,我们已经快到Soi Cowboy了 虽然这边也有些零星的交伙 但我们的战场不在这里 我们的重点是要签灭 牛仔街里面的所有的异性朋友 异性异性人 OK OK,咱们到了 好好好 来来来 这边全部都要把他解决掉 但我现在身上没有武器 所以我现在要先去弄只把枪啊 哇哇哇哇 你们看 这就是Soi Cowboy波水节的下午的现场战况啊 哇了 结果我家那位说这边水箱太贵 只准我买防水袋 所以我做不了勇士 我就当记者 我就变战地记者 哇 这边已经杀成这个样子了 呵呵呵 高潮迭起 射来射去 诶,诶,美眉 你怎么了 你胸部被射到了吗 呵呵呵 要不要叔叔啊,没事 好,咱们走进来 哇,天啊老天 OK,这就是泰国人的自然Hi啊 就是那么的自然 台湾人要多学一点 什么叫自然Hi 你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就动起来,扭起来 你想说啥就说啥,OK OMG,还要拿手榴弹 这个发辣 哇,我还想什么 很夸到香辈 香辈的人干嘛 哈哈哈哈 OK,牛仔街真的非常害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早 你越晚人越多啊 如果大家你们看到现在 那个在曼谷的 剥水节现场 他们不太抹粉 但是如果你往南走 你去Bounce 去Siracha 去Pattaya 那边人是非常喜欢 祈福抹粉 也就是大家拿的粉 摸来摸去啊 摸你的脸 当然如果人家爱你 那摸的地方会越多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肢体接触 哦哦哦 哦,我中弹了 哦天啊,我的相机 哦,我的相机 中弹变焦了 我那个收音也被堵住了 哦,我的天啊 现在脑震荡 如果这时候像在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我现在的状态就等于是被手榴弹扔到了 整个大失血了 整个脑袋轰轰的 我不单是相机自动变焦之外 我的收音卖也被堵住了 所以现在整个声音都轰轰轰轰轰轰 哈哈哈哈 oh my god 哦,别再射我了,我的天啊 我已经失血过多了 所以第一人称射击 我现在是已经死亡状态了 大家就多担待一下 现在整个相机自动双倍变焦 都变特写了 所以整个画面会比较拥挤啊 走起来可能看起来画面会比较晕 不过等一下就好了 等一下我血回复满的时候就 哦哦 等我血回复满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 就可以恢复成正常变焦 OK 哇天啊 哇好多Mage啊 哦 啊 哼哼哼 好啦,我逃出巷子啦 我先去吃饭 Oh my god 餐厅的所有工作人员 全部都起机 都上升模式了 哈哈哈哈 泰国人这种自然嗨啊 所以这民族就是非常的real 哦 小鬼啊 冷到了 收起来 哦哦,吓到了吓到了 啊 哈哈哈 OK,所以发狼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等一下就要报复了 他们好像他爸说要带他去买枪啊 哎呦,哎呦,哇 全部 這些都是在餐厅的服务生跟厨师 哦 小发狼开始反击了,绝地大反攻啊 哇,他们也懂了什么时候 四十五者,文具杰 撤退撤退撤退 沙无色,真的是 这就是泰国曼谷的剖水节 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哦,好凉爽啊 OK,连车子也不要放过 蛤? 还有,哇 你们这些日本 你们小日本 想出 想当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蛤? 饶命 算了吧 还是射死你 射射射射射射 还咚咚咚咚起的车 哎呦 日本大叔就凭你一个人 蛤? 就一个人 想得美咧 再见 大叔撤退 好,到了晚上 再让我们回到 Soi Cowboy的现场 这就是Soi Cowboy的晚上 这时几点啊 这时很晚 这时好像啊 这时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OK,十二点多的牛仔街 妹妹不会很多 因为泼水节是他们的过年 很多人都回老家 要不就是出国玩乐了 所以这边有些零星的小战争 下午的时候是很惨烈 你看这个老外 跟那个老先生 就坐在这边 偷偷的突袭啊 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对面有个在抽烟的这个高鲤啊 这种高鲤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 为什么 他胆子大 脸皮厚 潇洒 哎呦 射 是个白人老先生留个胡子 再来看看 波水节直播带货的现场 卖的沙沙叫 OK 现在是白天的哪里 Icon Sea Arm 这是波水节的Icon Sea Arm 然后前面就是 这条河是孕育整个泰国还有曼谷的生命全员啊 整条河就是非常的繁忙 非常的热络 所以平常你坐什么船啊 交通船都可以在这边搭 然后这是Icon Sea Arm 波水节的活动现场 待会会来一个非常正的正的妹妹 但只是因为我人站太远我拍不到 所以你们看 这就是招屁夜河的气氛了 奇怪 为什么待完的那个淡水河 基隆河没有办法这样子 因为太臭了吗 招屁夜河以前也很臭 但是现在弄得很OK了 现在再让我们转换到 Mega Banna的现场 这时候是Mega Banna的晚上11点啊 但大家都还在玩水 接下来这个是招财劲吧 我要跟各位兄弟们说 如果你们在曼谷 有两间招财劲宝 你一定要去 因为正妹太多了 现在切换到Pattaya海滩路的现场 这时候还正在暖身当中 因为Pattaya的战场 会集中火力在19、20、21 那时候会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惨烈 哇 这位兄弟Sumo坐在小皮卡上面 我都很怕他塌下来 好 这个就是Central Pattaya前面的小广场 而这也都是在暖身当中啊 但是你已经看到 泰国的妹子、姐姐、阿姨啊 都已经自然High了起来 而且我们很Lucky 我们竟然等一下还遇到 泰国的老牌天团 Has Oh yeah 哇 这是泰国非常的Pretty Amazing 你没有办法想象 在一个免费的场合 在一个很简单的时段 会出现泰国的天团 毫无价值 一切都非常的清空 这就是泰国人的民族性 天哪 这就是泰国的老牌天团PASS 他们已经红了30年了 所以这对于有年纪的人 会特别的有感 哇 真的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 他会出现在这里啊 可以的 逐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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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逐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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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没懵中 逐渣久 这就没逐渣久 这呢 有گ自不担 出生 逐渣久 真是 山谷最夸白 书远远 他前的共产团 在买华上场 兄弟们记住啊 只要在泰国到了晚上11 12点 就是自然交流的时刻 这时候大家都会和左邻右侧交起朋友 所以这时候你们就大胆的跳舞 大胆的敬酒 大胆的勾肩搭背 甚至交换你们的资讯 这就是泰国的搜求方式 所以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泰妹是比华人的男生都还嗨 都还大方 都还real 所以你们想要征服泰妹 拜托请比他们还大方 拜托不要有藕包不要射口 你看为什么人家高黎现在会很厉害 眼前这个男的就是高黎啊 他不单是把身材练得好 他不care他舞跳的如何 他就胆子大 女生看到就觉得这个男的很可爱 你看像我现在就射他 射他 射死你 高黎 哼 哦 哇靠哇靠 现在什么哇 大绝招 哈哈 高黎发大绝招 OK现在有个童子要去给这个高黎抹粉了 可是这高黎不要 哇 他是孔铜啊 你看高黎还是有盲点的 孔什么铜啊 真的是 哦老天哪 结果我这桌的上海网友 正在跟泰国人互射鸟啊 在互鸟 在互射 oh my god what are you doing oh jesus oh ok 他们鸟都烫了 我看 好啦用啤酒焦焦火 哦天哪 这黑妞他整个胸部是掉出来的 我的天哪 哎呦 铅掉了 OK大家先聊到这 我先把他带走 拜